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好声音出道以来一直未能大热 大2016唱了《大鱼》 2017出了首张专辑 慢慢的才开始在歌坛受到关注 直到今年年初周深上了歌手之后 终于迎来了一个飞跃性的爆发 周深的这个爆发可以通过他今年的行程明显看出 今年本身情况特殊 对于很多明星来说 活动和收入都是成断崖式的下跌 而周深却逆势而上 单从综艺一项就看得出来 周深可是忙得很呢 一档接一档的上了很多节目 如了不起的长城 王牌对王牌 向往的生活 青春环游记 流淌的歌声 奔跑吧 新手驾到等等 作为一个歌手 突然在综艺上这样的大爆发 难免会有人冒出一些疑惑 就像是前两年的毛补衣一样 会被人质疑 不务正业 迷失自己之类的 比如说知乎上面就有粉丝提问 对他参加这么多的综艺表示心疼 觉得他应该多专注一下音乐 当看到这个问题之前 我也曾一度有过类似的想法 但仔细想想 我觉得周深桑综艺还是可以理解的 首先综艺并非是洪水猛兽 他不是搞笑综艺咖的专利 任何艺人都可以上 我们不能够道德绑架 说歌手一上综艺 就是不务正业的捞钱 这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吗 综艺本身就有三大天然优势 一是赚钱快又稳 不像做音乐赚钱太难 二是获得曝光机会 提高人气 三是拓展人脉 跟各个平台以及圈内艺人熟络起来 对混圈是有好处的 现在衡量一个歌手红不红 不就是看他上了多少的综艺和晚会吗 要不然呢 看他出了几首歌 可是有很多的歌手出了好多张专辑 都没有几个人知道呢 上了一档综艺立马火了 既然是明令双收的事情 谁能够跟综艺有仇呢 上综艺是现实 做音乐是理想 不立足现实 何以去实现理想呢 那么我们要讨论的 就不是该不该上综艺 而是如何把握度的问题 其实这个度很难把控 因为真正有选择权的艺人并不多 没热度的时候 你想上都没人请呢 热度上来之后 很多的综艺找上门 你却开始挑三拣四 耍大牌 既然你想 公司也不会答应了 很多时候呢 上综艺都是公司的一员 趁着艺人有热度的时候 都为公司赚些钱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有选择的时候呢 尽量还是选择跟主业相关性强一些的 影响更大的综艺 求精不求太多 所谓爱惜羽毛嘛 但是周深还没到这一步 为什么我们都觉得周深一下子 综艺多了起来呢 其实主要就是他现在的综艺 相对档次高了 影响大了 从摄入人心到我们的歌 再到歌手等等 所以觉得他成了霸屏的综艺常客 而在前几年呢 他虽然也上过不少综艺 但是大众有印象的 可能就是上过两次蒙命唱将吧 有粉丝说 周深吃到这么多年一直没火 都是因为公司他不给力了 从来都没有捧过周深 一张专辑都是高小松出钱给他做的 上了综艺啊 都是对方找上门的 公司几乎没有给过他什么像样的资源 到合约快到期了 恰好人机上来了 才把他当成摇钱树 那工作密集程度 明显是要榨干他的节奏 有一说一算 周深现在成了综艺舞台上的第二个毛补义 有被裹挟前行的意味 但是相比他的好友毛补义 他还算好啦 毕竟他有几点跟毛补义不一样 一周深更有综艺感 周深还是挺有综艺感的 比毛补义明显要放得开 在台上会更自然一些 带萌的毛补义其实是不适合上综艺的 每次在台上呢 不被cue就不会主动讲一句话 可他这两三年照样上了那么多综艺 因为公司不想让他的热度过期 既然周深在台上不会冷场 能够跟大家有好的合作 给观众带来快乐 那还是比较适合上综艺的 二周深不是创作歌手 毛补义是创作歌手 而周深是vocal歌手 对于创作歌手来说 可以适当的放空自己 沉淀下来 留给自己一定的创作时间和空间 所以少上一些综艺来说的过去的 但对于非创作歌手而言 相对可以多上一些综艺 为什么呢 因为要赚钱买歌呀 对不对 要不哪来的作品出专辑呀 好歌可不便宜哦 所以呢 即使毛补义可以少上些综艺来写歌 但是周深上综艺更应该被理解 三周深都出到这么多年了 毛补义是从节目出到之后呢 就奔赴在各大综艺舞台之上 一出到就能够好好赚钱了 而周深不一样 都出到六年了 之前在歌坛没多大的存在感 大家最多就不过知道 有这么个唱歌比较特别的男歌手而已 收入可能就仅限于唱个OST吧 偶尔参加个小型活动或者节目吧 说不上赚钱 能不能维持收支平衡都不一定的 还怎么报答父母呀 怎么存老婆本啊 怎么为解约后的事情来筹划呀 如果说一直这样的话 他能不能在歌坛坚持下去都不一定 所以呢 也是时候翻身了 要翻身就得适应圈内规则 忍耐曝光赚钱等等 这一切终于姗姗来迟 可以说他是来拯救周深的 要是没有去年到今年的这些综艺啊 可想而知周深现在是怎么样 有许多人甚至都不知道大鱼是他唱的呢 周深在圈内一直都跟其他艺人有点不一样 连周深的粉丝也有点不一样 看到周深的微博粉丝量 尤其是参加歌手之前 那点粉丝量啊 只有华 毛等同龄歌手的零头 但是他微博的互动数据却并不差 评论转发十几万打底 点赞五十万打底 在网上的讨论热度也很高 这活跃度完全就是顶流艺人的架势 但是不同的是呀 顶流口碑往往是呈现 金位分明的红与黑 而周深呢 基本是很少见黑他的言论 很明显周深粉丝量不算多 但活粉并不少 可能真的就是公司不给他营销 不给他买粉吧 而买粉不应该是每个艺人的 基本营销操作吗 总之来说呢 我是支持周深上综艺的 毕竟他上综艺呢 没有耽误主业 一直都在坚持发歌 他本身也是能够适应综艺舞台的人 机灵却不油滑 最重要的是 在这个事业上升阶段 他还没有太多选择权 他需要这些现实的东西 来支撑他的理想 不过人家要说呀 上综艺对歌手来说 度还是得好好把控的 世道的综艺曝光 有意无害 过了或偏离主业太远了 就有点透支路人员的感觉了 所以如果周深的综艺 在这个基础之上越来越多的话 对于非音乐类的节目来说 就应该有所选择了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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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